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回到五间总结的时间 身边有Harry和我一起主持节目 和我们回顾港湖上半天的走势 Harry你好 你好 今天上午的焦点目过于沪港通开播的头几个小时 看到沪港通出来后,今早恒指高开225点 但看到之后出现反高潮 暂时恒生指数跌了111点,去到23975点 其实这个情况可以说,都算是几令市场失望 Harry你觉得未来沪港通似乎,无论对港股的成交 或对港股指数来说,都不是太大的刺激 你觉得未来港股的后市会怎么样 竟然11月还有大概10个假月日左右 如果你说看港股的表现 现在恒指跌至110点左右 其实形势上,今天有个波幅很大 你见到,由高低位去计算是400点 一开波就夹高了200多点 曾经都试过跌超过200点 所以形势上来说,当然关乎你所说的沪港通的失望情绪 今早市场的情绪和气氛 我敢说用诡异来形容 因为如果你是一个基金经理 甚至是一个散户 你面前对着几部电脑 其实你都不知道在哪里 我看A股这边,看港股这边 有两个额度 这边有减弱 那边有点凶弱 然后308又波动得很紧要 屏信又跌落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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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见到形势上来说 其实大家 有很多资讯 那一刻我都觉得 怎么办呢 大家很多的,特别是散户都会有这样的情况 所以这个情况正正在apply A股比较大一点的机构投资者 我们见到港股这边的南向 额度上来说 很静 静到是怎样呢 静到大家开始想 港交所可能会被人re-rate 因为大家在留意 现在就是说 原本就是说 可能几秒就已经爆额 但是现在 比起原先预计的情况 就剩下了很多 所以 都不要想 究竟会不会说加额 大家想起 现在现阶段来说 究竟是 形势 今天港股还手不可绝 A股 见到 大概 五间收市前的15分钟 就剩下了 但对于港股的刺激力度 就相当之有限 但是 怎样都好 我们见到 对于港交所本身的业绩 或者实际基本情况 上面来说 其实都是有利好 你见到港交本身的大市成交额 到现在都449亿 都是一个比较高的情况 但就没有一个爆炸性 对于港股而言来说 暂时指数 亦都是继续 在近日一个 大家很闷的一个位置 就是24000点这个位置 看看本身下午 会不会说 A股 经常都说 会不会说早上 大家还未睡醒 下午可以有多些的成交 如果只计互说 通过行程来说 我会觉得 今天都很大机会 在北向那边 会爆额 只剩下18-17% 但南向这边 我认为今天 就算说收市 不知道不到一半 所以今天指数 很难用一个基本因素去分析 始终 在市场情绪的演绎上来说 我们都刚才花了一点时间 说了一两分钟 大家对这个消息都很乱 我需要一两天的观察 指数才会比较定 所以我奉劝各位观众 上周我已经说过 本身我只是看24,200点 就算在说湖广东开通 所以今天 其实弹弹去到这些位 已经是 跌下来 大家都是一个观望的情绪 很铁定地说到一句 波动性会很大 单看技术因素来说 下面先看 二三百 看这些十天线的位置 上面来说 我不看得那么进取 依然是看24,200点的位置 相信如果不少投资者 听你这么说 可能对港股的兴趣 可能就不一样了 如果现在 湖广东开了 在额度上 正如刚才你帮我们提过 在湖股通 即是南向北买股份的时候 额度都多 用了额度都多 用了大概 100亿左右 现在 倒转 港股通 即是北向内地投资者买港股 其实用了额度 用了百分之十左右 其实真的很少 倒转 其实是否代表着 投资者应该注视 在内地股市 看到内地股市上升终合指数 暂时中午就收在 2495点这个位置 升了16点 而身份成份指数 升了34点 8361点 相关股份 传代着 几大程度的波动 相关股份 例如刚才提过的降交错 一些湖港肚买到的股份 最重要就是 比如AH股差价大的股份 我们看到很有趣 倒转这件事 AH股差价 A股 H股的股份 反而今天的差价 进一步扩阔 市场也预期可能 差价会进一步收窄 出现这样的情况 我想帮我们分析 为何会这样 我们看到 为什么我觉得 情绪是诡异的 一个情况 如果你说 照道理 照道理 就是近这几排 我们看到 AH股份 折让股 差价股 都好 炒得很厉害 尤其是上个星期 今天看到 很明显 有一件事 就出来了 获利回套 很明显 做了这件事 AH的差价 照道理 应该慢慢地 会有一个收窄 但不会一下子 在今早就收窄 所以 我会觉得 形势上 这类别的股份 大家 如果真是去炒 你现在所面对的风险 相当之大 因为 其实是有部分 机构投资者 去沽货 所以 理论上 折让应该会有一个收窄 但是 现在收窄 究竟是如何收窄 究竟是会是 A股又跌下来 还是 H股 升上去 大家又要想想这个问题 未必一定是 H股这边 照道理 会一直 升上去 令到 AH的差价 收窄 所以 现阶段的形势 A股方面 我会觉得 大体上 大家都略略看 新闻 片段 或是本身新闻的 topic 都有提及 由于 内地投资者买港股 港股通 都有一些50万的限制 所以 没什么散户 其实对于 吸引力来说 是比起 我们反过来买上去 买A股的吸引力 差很远 因为 始终 大家 可以买到 A股以往只有 qfee 所以 形势上来说 今天出来 正如有某部份预测 所料 而A股的形势上来说 2500点 我觉得可以继续 守稳住 而 现阶段来说 看看下午的形势 今天 至起码 我会觉得 有一个 不是 太过 担心 就是 成交亚 应该会 继续增多 我不是 太过担心 反高潮度 连成交都跌下来 所以 如果买了A股ETF 不同的观众来说 可以先守住 我觉得 形势上 都是利好的 你说得很对 正如A股ETF 刚刚想说这件事 看到很多A股ETF 亦帮打中国成交 不是很多 今早到现在 只有三宗成交 跌幅其实也不小 看到这些 A股ETF 跌下来 其实是否市场 真的倒转 我现在直接去买A股 我都不用透过这些 ETF去买 亦都这么说 如果A股形势 叫做好 2500点 守得住 反而这些 是不是一个 趁机撓平货的机会 如果你说 你本身 A股ETF 来说 大家都看到 明明升16点 为什么 他不跟上去 我会觉得 现阶段 对于很多ETF 来说 其实 还有 Premium 或者是 折扬的幅度 这样会 折扬 始终 如果有Premium ETF 始终 有些部分资金 不如直接买 一个 A股 算数 反正都可以买 虽然 不是全面 A股 如果 保持 A股ETF 的观众 事实上 要知道 长线 来说 ETF 实际的角色 来说 真是会淡化 如果 如果 湖港通 可以 购买A股 范围越来越多 或者 额度 真的会升高 但是我看的 就是 这两个礼拜 其实我不是看到 几十年后 所以 我会觉得 始终 一升上去 A股ETF 都会跟上去 如果你怕 很长线的东西 你就跟上去 污油沽了 明白 这一节 多谢Harry为我们回顾上五港股市况 刚才提过很多资产 有没有持有 没有 谢谢Harry 这次时间来到这里 稍后会有五次第1G的时间 陪着大家开下午的市况 稍后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